城市的交通秩序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 市府周四表扬优良职业汽车驾驶人 以及机优交通警察和交通义勇警察共60位 市长城局致此时肯定问奖朋友站在第一线 为高雄市做最好的城市外交 以及交警和易交为城市建立良好的交通安全和文化 获选表扬的8位交通警察 18位交通义勇警察和34位职业汽车驾驶人 列队欢迎市长城局丽临表扬大会 市长城局也点头致意 并且在致辞时感谢大家对交通秩序的维护 才能够让我们高雄建立一个非常好交通安全 交通秩序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表扬的机会 我们要为我们这些道路安全的英雄 这些无名的英雄 致上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不管是公车司机还是计人车司机 在道路车流周都是受瞩目的一群 他们贴心地为乘客服务 不超速不乱变换车道 以示范优良驾驶自居 市长陈旭也指出 目前高雄市的交通死亡事故已逐年减少 我们今年一月到八月到九年变起来 还减少21个人这个宿告的发声 这样我这很感谢 这是很多我们不用让21个家庭受到伤害 我要感谢大家的努力和辛苦 市长陈旭表示高雄市以公共运输为导向 承办第三届生态交通全球盛点 就是透过低碳建设友善环境 让低碳环保的概念落实在市民生活中 也邀请优良驾驶10月份到古山哈马兴 体验多元的生态交通运聚 要营造友善交通的环境 除了建构硬体的道路和耗制设施之外 也需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 以及交通警察严格执法维护交通秩序 共同打造安全优质的交通环境 港督新闻李正到赖昌邦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